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愿意到来 掌声有请主持人 怡平大姐 好 谢谢书中的介绍 简单几句话就把这个栏目说清楚了 我们今天看看这位求助者是谁 我们能够帮助他什么 我叫赵文秀 今年31岁 七岁跟妈妈的失散 让我过了四年的孤儿生活和十年的小伯母生活 七岁的时候 他和妈妈失散究竟遭遇了什么 为什么过了十四年的孤苦无一的生活 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请 小妹妹 不哭 什么再都不哭 帮你 你找谁啊 我妈妈 还有两个姐姐 一个弟弟 你丢了 在我七岁的时候 我爸爸去世了 去世以后 和妈妈带着我 跟我二姐 我们一起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 在一个城市 吃饭 我去上卫生间 当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也出去找卫生间 找不到 一直找找找 就给妈妈就这样走丢了 二十多年 那你走丢了以后 你上哪了 当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自己特别无助 特别无助啊 后来你往哪走了 找妈妈去了 当时从家里面出来的那时候 记得妈妈说过去新疆 去新疆 然后走丢了以后 我就一直 碰到别人 我就问叔叔 阿姨 有没有看到我妈妈 对呀 那上哪找去 然后我一直问 一直问 就那样子走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然后饿了 有时候碰到好心 人家就给我吃的 然后晚上天一了 我都随便在一个地方 就在看着 那等于你 就是离开妈妈之后 你找不到家 就只能流浪了 给妈妈走散了以后 一直就在大街上 大街上 到处 到处问 然后碰到警察 警察把我送到 那个白发收容所 在那认识了 我现在的 养父的儿子 对 哥哥 是的 他当时也被 送到那个收容所 去了 去了以后 我们在那认识 然后他说 他是新疆的 然后我想着 他那小的 跟他一起 可以到新疆去找妈妈 但是我们年龄差不多 大妈就在一起玩 他也特别喜欢我 然后他说 我走的时候 就把你带上 我说好 想娶你为媳妇 是那意思吧 应该不是 但是你很小 对 在一起玩 他就把你当妹妹 他们家对你好吗 我妈去卖水果 还有新疆的凉皮 那些东西 可能你们没吃过 里面也要做那个凉面 凉皮子的 还要做凉菜 面筋 那些东西 但是他卖的那些东西 全都是我给他做的 他们睡觉去了 晚上我一个人 做那些东西 都做一整夜 一整夜的 做不好的那些东西 人家也不会吃的 打你吗 在我哥哥 在的时候还好点 我哥哥是98年 那时候 因病去世了 不在了 哥哥不在了 我养母就说 如果这个家里面 要是没有我 或者是我不去 他们家 这些那些都不会发生 你没想到过 离开这个家吗 十四岁那年 那年离开过一次 离开了以后 我在 在那个朋友家 待了三天 待了三天以后 我朋友他妈妈 让我给家里面打电话 打电话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 她说 你回来吧 以后我这样 在不打你了 我在不打你了 你讲怎么样 不管你了 然后我回家以后 她还是那样子 打你 打我就躲 她就把我逼在厨房去了 我拿那个刀片 把自己手上割了 恒着给自己割一刀 等着我就不想活了 死了胃了的血 这算家庭暴力吗 算家庭暴力 可以到公安局告她吗 对 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 报警警方就会干预 因为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和司法部 发了一个司法检视 就专门是对家庭暴力犯罪 要依法处理 特别像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他是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都适用 只要是家庭暴力 都一样 对 后来离开那了吗 在我20岁那年 你自己坐在凉粉卖一卖 到时候上去就没想过那事 而且我对钱这东西都不太理想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概念 而且从小到大就一直想找妈妈 找妈妈 就这一个信念 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吧 都记得了 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 妈妈那时候个子 个子不是很高 然后头发是短的 我小时候那时候身体不太好 然后每次我喝药的时候 那个药是中药 像我们老家都是自己熬的那种中药 特别苦 我爸爸给我喂药 我妈妈给我吃那个糖 你现在是一个人还是有家了 有家了 我有一个女儿十岁了 老公对你好吗 对我特别好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我的老公 是他让我感到了家的温暖 我特别感谢他 是他让我从事对生活的希望 孩子就是这样补偿 你前半步缺的 后半步老公啊女儿 都给你补偿了 不能老哭 知道吗 我现在不哭了 不哭了 无论现在她的小家庭多么幸福 但是她心中二十多年 一直是想着她妈妈 妹妹站起来 也许妈妈就在里边 希望你有好运 我虽然有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我的大家庭是缺失的 没有妈妈在我身边 我很孤独 我没有依靠 从小到大就一直想找妈妈 准备好了吧 我多么希望跟其他小朋友一样 有妈妈疼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今天特意录了一段话 想在现场放给你听 我们先来听听好吗 秀秀啊 咱们结婚十年了 在这种环境下跟你聊天 又这么严肃 真的还第一次 我心里面有点紧张 我还记得你 第一趟来我面馆打工的时候 那时你的心情 天天地看着你越猛不快乐 我就天天想办法跟你聊天 想让你快乐起来 我知道你在那个家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你依然在尽你一个做女儿应尽的责任 你的宠福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想这一辈子去爱你 疼你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当你们在噩梦中惊醒的时候 我就特别地心疼 所以我一直在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帮你找到你的家人 事实上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 不断在努力尝试地去寻找你的家人 秀秀 其实你不知道 我帮你找家说心里话 我的内心非常的矛盾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吧 我真的也想通了 因为这帮你找家 是你这么多年来一个心愿 我从内心来讲 我真的希望能找到 但是同时我也害怕能找到 如果真的找到了 是了去了一桩你的心愿 但是我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的确实你找到了以后 你的意愿要跟你家人生活在一起 从我内心来讲 我是不想让你走 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选择了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只要你过得开心快乐就行 但是这次如果找不到呢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你身边还有我 因为我是你的亲人 也是你的老公 可能行时啊张大哥 好多话不能当面跟秀秀说出来 但是今天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他想让你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一大姐我们掌声吧 秀秀的老公张大哥请上来 好啊 一个好人来请 来 有请张大哥 其实呢张大哥在后面跟我说 他心里很矛盾 就像刚才他在小片里说的那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张大哥请上来 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了解秀秀二十年的心愿 也是了结张大哥这十年的心愿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 一定要让他们夫妻二人一起来面对 我们掌声请出秀秀的妈妈 找到了 我们下一个人的心愿 阿嬷 来 修修 把妈妈领到这儿来 姐姐 没有仔细看看 这是当年丢的那小老二吗 就是的 你当时是在哪个省 在长沙 长沙 你后来又去哪了 去新疆了吗 后来就新疆去了 大家早两天找不到 我哭了 你看看 闺女 女婿认识了吗 修修找了一个好丈夫 叫一声妈吧 孩子 对 辛苦了 妈妈真是辛苦了 终于见到你了 终于见到你了 你二十几年日子不好过吧 姐姐 这种团圆还是很欣慰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七岁的那个拐弯处 大家会觉得命运不知道会带给她什么 但是我觉得那个车站以后 她仍然在路上不断地往前走 她碰到的每一个人 起码没有把她往后拽 都是把她往前推 甚至她用她的善良和她的淳朴赢得了她的先生 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来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的 她丈夫看着秀秀的眼神 你一看就当个宝了 秀秀是你的宝吧 必须的呀 必须的 这以后就得和岳母在一块常来往了 做好饲养准备了吗 早都做好了 做好 妈妈和你印象中一样吗 孩子 妈妈一直都是这样的短头发 你老师我问了一下 就是你这个孩子当年走丢了之后 你后来找没找她 怎么找的 我找 她找不到在厂山找 在哪儿丢的 在厂山丢的 下了火车去买票 买了票都出来买房子 然后丫头说是要接受 她选择到处找都找不到 我又来那些喊 我喊她的名字 到处喊都喊不答应了 她这样 这个孩子丢了之后 应该第一时间是报警 然后你再组织查找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还找不着 那就要采取到全国打拐 第一库里去比对 关键是一定要看好孩子 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很幸福吧 姐姐 幸福 领的女儿女婿 苏东来请 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有请 走吧 姐姐 谢谢 谢谢 快走干净 应该 哪天去了 刚才陈菊说了一句话说 关键要把孩子看好 哎呀 谁不想把孩子看好啊 就瞬间阴下阳错 一师祖神 真的是要把孩子看好 这倒是一个 绝对最实际的话 我终于找到我妈妈了 我心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我的家终于回来了 今天呢 终于在妈妈的怀抱里得以释怀 这个家庭的团圆 让我们坚信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他要找谁 有请 苏东 你是来通报结果的 通常生 对 今天 我们要从那个希望大门中走出来 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求助人 比较特殊 这是一次特殊的寻人行动 这是一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 在我身后这张照片中的这位老人 已经94岁高龄了 而在他的弥留之际 他却委托我们 帮他去找 已经失散了61年的儿子 接到任务之后 拉姆苏火速出发 我们能找到吗 他 今天能来到现场吗 这位曹老先生呢 其实在半年多之前 就给我们打了电话 求我们帮他找 失散了很多年的儿子 但是这半年呢 我们也找了很多的志愿者 各种方式帮他去找 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所以我们还暂时没有跟他联系 但是就在不久前 这位曹老先生的小女儿 一位曹女士 突然有一天下午给我们打了电话 跟我们说老人家在几天前突然发了疾病 医生也说呢 让家人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他知道说爸爸可能生前还有最后一个希望 我们也很着急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马上飞往长沙 他们在湖南省的郑州下面的滋行室 有录像吗 有 我们也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是他女儿 对 这就是 曹女士 哎呦 这是这老先生 是 你看他现在在病床上 在靠这个仪器在维持着生命 和平是他要找的儿子吧 对 在这儿和平就会动了 你进去 其实这个时候曹女士 应该说在用一个善意的谎言 在骗她爸爸 希望爸爸能够再扛一扛 我说你是不是插了这个拐子很不舒服 你就点头 你放得我的手不放 你实际点头 想把舌头把那个管子填出来 然后我就说 我就骗他 我说我找人去找你儿子去了 我说他下午就会到 那你就坚持 你就是痛苦你也要坚持 要不然的话你下午接到你的儿子和平 就没有办法跟他讲话了 我以为这儿 你应该做了什么决定啊 干嘛那么痛苦的延续生命啊 还是希望你的儿子和平快捐来啊 可是找儿子和平很困难吧 肯定不好找 很确实很困难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志愿者在当地 帮我们锁定了一些范围 但是毕竟还不是一个确切的消息 曹女士也来了 我们又请他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来听听他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来有请曹女士 你纠结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着 一方面我想 我爸爸你这样插着管子 他非常痛苦 然后我又一方面想延续他的 这种生命才能见到我那个哥哥 他在ICU病房里面是亲人是不能陪的 所以他在那里一个人痛苦就在那里 而且有话不能说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这两个手就总是扯得我 如果医师不把他两个手绑起 他想把呼吸器拿下来 对 但是其实当时如果真的把这个仪器拔掉的话 大夫好像说是 也就坚持 挺不过今天晚上 他挺得挺的 也就坚持一两个小时的事 当时要说设一个时间实现的底线 说我也不能老让我爸爸这样坚持着 设多长时间 头天联系他们 他们第二天就清早就赶到我们那里去了 我说就快点来吧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坚持到下午五点钟 前面已经有三天了 五点如果不到就放弃了 就放弃 其实真是很巧 到上午大概将近十二点的时候 那边志愿者突然给我们来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们说 找到了一位女士 她的丈夫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和平哥哥 这个人可能是在诸州 诸州离我们的郑州大概有三百公里 湖南 湖南诸州 我们又派了第二组人马杀向了诸州 我们这段画面我们也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寻找的过程 这是我们传过去的录像 这是我们的志愿者和社区的聚会的工作人员 在看这个录像 然后应该是查这个相关的登记的户籍的情况 让他们帮助确定 然后就赶紧找这个女士 就终于找到这个女士了 这时候已经是快下午两点了 女士一看这个录像 然后跟他一聊 他说好 确实是我的丈夫 当年是有这个被收养的经历 最后终于找到他的老公了 老公里头把这个录像给他看 终于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确定就是龙和平本人 但是其实当时我们也很焦急 你想差不多下午两三点一会儿告诉曹女士 我说你这五点真来不及 因为你想 从珠州的镇上到高铁站 高铁站再开上小三百公里 再到琛州 琛州到滋青还有个七十多公里的车程 这就是龙和平先生 但是我们发现很奇怪 他真的是不知道爸爸的情况 龙先生拿出的这两张照片 是他的养父母的照片 可能养父母之前 不太希望他去找亲生父母 可能这个事就放下了 这么多年 你不是伤害他 但是他听说亲生父亲 现在情况很危急 二话没说 赶紧就买了最近一般的高铁票 跟着我们的志愿者 一起往珊州赶了过来 当时你看天已经黑了 应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我们也是跑到了 琛州的高铁站 去迎龙和平先生 时间很紧 赶紧就上车继续往资金市去开 但是其实很奇怪 因为我当时在陪着他 我在车上 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 我发现确实他有一个心结没解开 而且这个心结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小时候不到一个月 就跟父母分离这个事 有莫大的关联 曹景师您先讲讲 爸爸这边当时是怎么 在一个月的时候把哥哥 我爸爸当时是从云南那边回来 因为生活贫困 家庭人口又多 我爸爸他个脚残 急了不能干活 一下子又找不到工作 然后家里的人就开始 就矛盾就开始了 我爸爸那个前妻 他就怀了小孩 就当时就生了小孩 可怜了 就饭都没有吃 是隔壁一个大妈 就看到这个人家有小孩哭了 就送了一碗丹草饭过来 当时我爸爸就病了在床上 和平的妈妈 就抱着这个小孩 就回来 就在楼上 也没有车飞 也没有吃力 就是那个火车 路边上一家旅馆 然后那个旅馆是新农的家里开的 他说我把儿子送给你 你就给我一点路费吧 就等于是把儿子卖给那个农家 就这样 但是我爸爸确实后来 一直想去找他 而且找了很多吃 龙先生以为 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以为是爸爸狠心把他抛弃了 就是我爸爸后来慢慢身体好了 就远着铁路线去去找 就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们 他就说 这个人家突然来了一个小孩 他是没有生育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 就我父亲就去了几次去看 看有一天就看到了 那个小孩的衣服 就有点像他那个儿子的衣服 他就去这个农家就问 那个农妈妈也承认得这么回事 他就当时就问我爸爸要多少多少钱 就我爸爸想收回来的 就我爸爸就没有这么多钱 就放在那里 他一方面也看到那个农妈妈 对这个和平确实也蛮好 他们就没有儿子 没有小孩的 然后就放弃了 又放弃了 再后来两年又去找了他 找了他 那个农妈妈就一次一次就加码加钱 就总是不想让我爸爸妈妈去接他 其实这个和平就是 我们在说他这个心结嘛 而且不知道爸爸去赎了他很多回 他甚至说过一句话说 能养得起这么多女儿 你怎么就不能多养我一个儿子呢 不就是异口饭的事吗 也把这些事在车上就全跟他和盘托出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赶往自行室的路上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跟龙先生说清楚了 他才明白原来父亲对他是一番苦心 有多么期盼他 我期盼了他好几十年 所以想到父亲现在的情况 他也是心里很难受 如果当时家里面确实有些 平均的问题 平行的问题 而要把我送给人家 这个还 好接受 我们是快马加鞭赶到了自行室第一人民医院 当时曹女士还有其他家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接到了和平哥哥 然后得到一生的允许之后呢 我们就直奔重症监护病房 这个可能是龙和平这一辈子第一次对面前这个人说霸 老先生呢 老先生呢一直想跟儿子说些什么 但是已经没力气了 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 我想老先生的心意可能这时候只有儿子清楚了 来有请龙和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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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腰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做 和平也总算是我觉得还是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总算见了父亲一面 你要是知道这事父亲要走了 难受死了 你最近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 好多了 清明节的时候 我又去父亲的本上 击败了一下 去看着他老人家一下 也总算见了父母了 然后养父养母对你也还不错 非常好 我很感激他 而且我们特别高兴的一点是 本来想的老先生可能 就是曹老先生啊 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是龙和平先生过去见到亲生父亲之后呢 也算是出现了奇迹哈 对 他居然 把了管子以后 医生说他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居然活了一天多 然后下午还非常清楚 和平来了 马上就精神 真的来了吗 他就说 真的来了吗 他说是 他在哪里呢 这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过去了 就他就讲 和平啊 我对不住你了 我老是那么倒霉 那么卑识 老是没饭吃 你不活 接你不回 疏你不回 我都对不住你了 然后我哥哥就也说 不怪你了 爸爸 不怪你 你不要自责了 不要累疚了 讲完这些话以后 他就心情 讲得很清楚的了 那个时候 那我真的是要感谢 中央电视台 感谢你们的 感谢你们这个男人 他一生 日夜夜想的这件事情 终于实现了 在他生前的时候 好 我们祝福这特别的一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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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走了 走得很安详 爸在临终前那天下午 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说了他的过去 我被感染了 哭了 我真的放下了心中的所有 鱼灵 爸虽然不在了 哥就是你的亲人 提住了吗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我叫郭冈棠 来自三诺辽城 今天我来呢 是找我的儿子 还想找就是在这个本子里边 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支撑着我 能够走下来 在这一路上呢 就是虽然有一些风风雨雨 但是呢 毕竟是这些人 一天一天地在支撑着我往下走 有请 大包小卷的拿的什么呀 这个呢 就是我找孩子的时候吧 在摩托车上 就是 在四姑这个电影里呢 也也就是 哦 四姑这电影就根据你的故事拍的 刘德华演的 对对对 兄弟 麻烦你哦 有机会要帮我多看一眼 好 儿子多大丢的 孩子是两岁半的时候 被人犯的给偷走了 在哪儿啊 就在我们老家 97年的9月21号 就是被丢的 快二十年了 对 十八个年头 十八年头了 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 回家的时候呢 就看到在家门口呢 就围了一百多号人 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发紧 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事 所以我下车以后呢 我院了一个堂叔 拉着我的手说 他说小六被人犯人给偷走了 因为郭震小名叫小六 所以我看到有那么多人 所以我就给大家呢 我就过一下 我就说 帮帮我 帮我把孩子找回来 毕竟就是我们没有看过好孩子 所以我们就想呢 把孩子找到 可能呢 对我妻子也好 对我父母也好 对我的家人也好 我感觉才是一个教导 但这十八年一点线索没有吗 其实这十八年呢 就是找出来很多很多的孩子 但是排除一个不是 排除一个不是 都是别人家孩子 就是有点像 对 郭震二十岁左右 孩子的左脚有八 不对啊 左脚 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 就看到不一下 你哪里哪里 你哪里看 看个先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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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出来可能是右脚 就让我带孩子做镜子监定吧 麻烦你 麻烦你 给我带牙区吧 不由于十五年 你就带我带牙区 你就给我带牙区好不好 你就给我带牙区 那你这十八年等光找孩子了 一开始呢都是我妻子在家吧 孩子刚丢呢 家里人不让我和他见面 我见他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人就去我们家 问问孩子的事情 我妻子就给人家跪下 抓着人家的一张角说 帮帮我 帮我找孩子 我看到我妻子的时候 他就一两天的时间 他已经脱向了 我 我怕他在家里 就是自己受不了 我呢就进了一些那个农村 就是用塑料 做的那个热水袋 我骑着摩托车 带着他 就去一些乡镇周边的一些县市 我去卖热水袋 我一边卖 我一边打听孩子的消息 而且就是我们两个人 只要是在路上看到 两三岁的孩子 我们就怎么看 怎么就像小肉 怎么看怎么就像小肉 一开始也没想过 这些年能骑十辆摩托车 能跑就是几十万公里 也没想过 就是找一个不是 找一个不是 也没想过呢 就是能够从二十七八岁 找到四十五六岁 因为总想嘛 我要是在家里吧 我其实我就是找不到 找过多少地方 全国各地跑遍了吗 除了新疆西藏 我没有去过 南岛海南岛 北岛沫 这个是我这些年 走过的一些地方 就是在上面 有点的地方你都去了 对对对 现在呢 看看 而且有的地方呢 就是去的不止一次 我当时为了找孩子吧 人多的时候五六百人 一天一个人的生活费 就二十块钱 孩子没了 钱也没了 我那时候呢 就感觉呢 二三十万块钱 我怎么花 我拿什么花 孩子找一个也不是 找一个不是的 别忘了 有一次在 在大别山里 就是那个雨啊 下得特别特别的大 趴在那个死板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个左脚 已经下到悬崖边上了 我那时候真的 我那时候真的 我就想跳下去 其实我下去吧 可能什么都没了 可能什么都好了 也可能是明明当中注定吧 就是郭震呢 就是上面那一面棋 就是那个风吹的啪啪的响 还是那个小头吧 就是歪着 看到我 就说 爸爸 小六不是 也陪着你 淋雨 我呢 就是 在脸上糊了一把 就又把摩托车立起来 最穷的时候 穷到什么份上 最穷的时候 就是从盛州 到郑州的时候呢 就是昨天晚上 也没有吃饭 第二天早晨没吃饭 兜了就一毛五分紧 你看摩托车 加油都没钱了 看见一家会面馆 我就 给那个老板说 我说 能不能 就说能不能 实际也就是说 给我女人吃 其实我说 能不能的时候 我这一辈子 我也不能原谅 我自己 因为我曾经 就说能够 在村上还算可以 我能够让我父母 过上好日子 我能够让我妻子 穿点好衣服 我能够让我孩子 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可是我 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吧 对 那你在外头 你儿子和你妻子 怎么过呀 有一次我回家 我妻子就怀着 第二个孩子 七八个月 我一般都是 给我那个邻居 打个电话 然后那一次呢 我没告诉他 我就想 我回去 给他个惊喜 让他高兴一点 当我回去的时候呢 我妻子呢 就是在地锅那儿 锅台上 放着一碗粥 倒点那个酱油 上面就 倒了点那个油花 就拿馒头 蘸着那个油花 一口一口的 其实呢 我妻子今天也来了 来 我们认识一下妻子 来 谢谢老师好 你好妹妹 来坐着 妹妹 你老公对你不错吧 我听说你好几次 都不想活了 对 当时没有活的勇气 孩子没了 家也没了 活的什么用 是我爸孩子看丢的 得挺住 还有这么好的老公 你这几本日记吗 还是迹象本啊 我这一路上 也不单单是 就说这些 击击苦苦 要只是这些的话 我有十个过港堂 也挺不下来 也走不过了 这一路呢 除了咱们 父老乡亲 我的亲朋好友 还有呢 一些好心人 这一战一城呢 就是帮了我 忽悠了我 我才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也就是说 一路上不光有痛苦 对 一个是 还有感受 来自各个方面 给你的温暖 对 这里边呢 就是有一些 全国各地的一些汇款单 都有的呢 这个汇款单呢 你都没去取啊 就是我不去 两个月 它就自动退回 而且呢 这两张加油卡呢 有一张加油卡 是在南京的时候 这个志愿者给我的 他们说 郭大哥 你找孩子 我们不可能 时刻陪伴了你左右 但是每当你加油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为你加油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我特别理解钢堂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父亲和母亲 他们现在其实还在路上 他们只有上路 去找孩子的时候 才能支撑他自己活下去 他用这个行为本身 来救赎他自己 我当时他之所以被他感动 就是他在救赎他自己的同时 他看到的所有的学生启事 他都拿一张 他包里边不是他自己的学生启事 他有很多很多 别的孩子的学生启事 在他身上 他在路上 顺手找别人的孩子 我以为你死到 他同时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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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救赎和公益志愿者 两个事情 好 来 姐姐哥哥拉着手 走上门去 我只是说 因为他们还是独自在处 要理解 家里的老很熟悉 有算不错 但有没有活的容器 孩子还没了 你再没了 活的什么 要是我爸还在废地上 帮我帮我把孩子找回来 郭大哥准备好了吧 砸锅麦铁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好 为园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数的笑 多数的哭 回家的路 数一数一年三百六十五 数一数日子有哪些神父 又有哪些满足 回家吧 幸福 幸福能抱一抱父母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灯火聚在不远南山村 回家吧 孤独 孤独还等在彩虹 满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湖 吹开口水球 一点儿在哪里 睡觉 数一数一年快乐的尺寿 数一数一点脾气的梦 孤独在哪里 郭大哥 我知道你今天看到我出来 会非常的失望 还是那句话 二十多年的寻自路 您一直在努力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帮您找 包括就在前两天 就在前几天 我们根据郭大哥的线索 我们在南方找到了一个 疑似郭震的孩子 当我们觉得这个马上就是 最好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赶紧地给他采写 然后跟他们做DNA的比对 但是很遗憾 就是也是刚刚拿到的这个线索 拿到比对的结果 并没有跟郭大哥比对上 不过其实大哥 我觉得我还是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个孩子 虽然没有跟你们比对上 但是在我们公安部的DNA 这个比对库中 显示出了比对成功的结果 也就是说其实他找到了亲生父母 这里面有您的一份功劳 郭大哥骑着摩托车走了18年 帮助很多人找到了孩子 今天又成功了一个 虽然自己的郭震 我们还在寻找的路上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了您这份努力 您这份坚强所带来的好的结果 那句话怎么说的 好人有好报 郭大哥 您是好人 一定有好报 先过来吧 刚才我也说了 郭大哥在这个寻找的路上 不仅帮助别人 其实他也说了 还有很多人在帮助他 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 我们的宝贝回家的圈子 广大的好心人之外 他写了一个小本本 上面寄了很多的 很多的名字很多的事 我们今天给您请来了两个人 可能您 您看见他们您就会认出来 很久之前他们跟您 打过教导照过面 可能只是帮您提供了一点点的方便 但是我想他们是所有这个社会上 好心人的代表 我们掌声把他们请出来 这两位呢是我在从云南到四川 那个路上的时候 因为213国道实在难跑 然后我就闯高速 其实我是违章的 但是当我跑了一段的时候呢 就两个警官呢 就让我停下 把我做了一个登记 然后呢就说 跟着我们两个警车往下走 我们把你送上去 好好的 好好的 我来跟着你 我来跟着 我把我听到 好好的 我来跟着我 你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想超过近路 休息想快一点 麻烦你给我个机会吧 谢谢谢谢 谢谢 你要去哪 传说我 你发现错了知道吗 赶紧紧车 我毕竟上道就是一种违章 但是我这些年 我留了一张合影 但是后来那个相机丢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在想就你们的信息 我也找不到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谢谢 两位来自宜宾的警官 给我们也做一下 请我介绍 我们是来自四川省公安厅 交通警察总队 高速公路支队的民间 我是青伟 这是我同事姚刚 来 三位我们做哪说 郭刚堂的他这个遭遇 实际上是在被拐儿童家长里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应该讲孩子被拐 对他们这个家庭 是灭顶之灾 所以我们希望 就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留意一下 1997年9月21号之后 是谁家多了一个 两岁半的男孩 左脚的脚面 有两个斗力大的伤疤 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都来留意 只要大家都留意 我相信这个孩子 我们一定能找回来 另外呢 我们公安机关 对每一个被拐的孩子 都不会放弃的 我们争取把所有被拐孩子 要全部找回来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 儿子那个旗子再打开 这是那个孩子的照片 等着我的这个栏目组 有一个圆梦基金 我们准备拿出 五万块钱出来 这五万块钱不给您 给谁呢 希望电视机前的 观众记住这个 小朋友的形象 谁能提供出 他最有力的线索 我们这五万块钱 就讲给他 大家说好不好 让我们永远消灭 被拐儿童的这种 悲惨事情 好不好 好 来 人贩子存在一天 路上行走像这样的一家人 就永远存在 我们就知道 该向哪方向努力 我们该怎么做 虽然今天呢 没看到我的儿子 但是 有大家 一路相伴 我永远不会放弃 我会跟他老公 一起走下去 为我们的熊 加油 加油 好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也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寻资网 或加入 等着我官方QQ接待群 进行登记 我的儿子叫孝欣杨 自从那个就是 2008年 就是 在东莞打工 通过一次电话 至今六七年了 都没跟我们失处联系 我们都很想念他 儿子 你上哪里去了 妈妈 我很想你 你回来吧